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觀眾大家好 我們為什麼要說他做得非常非常棒 因為你第一次做香雞的時候 是在921地中的時候 當時因為在葡里這邊 反正南投這邊已經是很慘 每個人都要承擔嘛 對不對 對… 你就是拿那個皮煮大鍋 對 大鍋 對 聽說第一次煮完以後 被人家說什麼 像那個養豬的那個… 說水 對… 就是只有… 有人說我這個煮得像刺激嗎 對… 因為… 好受傷 不會耶 真的嗎 因為我… 我參會那時候 因為我在家裡都煮七個人吃 但是現在讓你廣目相看了 對… 相機高手了 對啦 那我們就等一下來邊做邊聊天 那請問阿秀思姐 你今天要做的這是什麼 我今天要做我們埔里的 當地的那個角白筍 我們埔里在的角白筍 算是台灣最好吃 對… 我們這邊的水質是特別多 對啊 那等一下我們再來幫大家介紹 那現在我們先來看一下 要準備什麼樣的材料跟調味料 我們現在就看到了這個角白筍美人腿 我很幸運 我曾經在埔里直接就下到了角白筍田 那水很高耶 對啊 直接在那邊挖 所以就是說是水比較深 所以它長得也比較好吃 對… 對不對 而且現採可以現吃的 有 好…來 那個水深那個… 那個冷… 越冷越好吃 越好吃 對… 然後這個怎麼切 這個我們再用滾刀剝片 滾刀剝片 那這個是… 這個很漂亮 對啊 這個是鮮的 新鮮的 看起來很像那個 都沒有經過那個太陽 鮮的多天才採過來的 好漂亮 我們用手給它剝… 剝… 剝起來比較… 口感比較好 好 不一樣 這個可以多吃一點 來 對啊 所以講到水啦 埔里的水質好 那請問師姐 妳是從小是在埔里生長的嗎 對啊 妳是鄉下人 對 對 早期埔里教通不方便 真的… 真的是鄉下 像現在就非常的方便 對啊 那可是妳… 我聽說妳們早期家裡 是沒有水的 沒有 我們都是要用的 洗澡的 都是在水溝那邊挑 水溝 水溝 但是以前那水溝水很乾淨啊 很乾淨但是… 乾淨但是也不敢吃了 要吃… 是洗澡 對… 對… 那個… 吃的都是泉水 我們山上有很多… 山上泉水 對 泉水怎麼接 沒有…沒有多接 因為我們… 我們家就是孩子很多嘛 只有自己一個地方 沒有跟那個莊女連在一起 喝水怎麼辦 沒有,就是用挑的啊 要挑水 對,夏天還可以啦 給那個… 雨季啊 對,有爸爸… 有山泉啊 都是用那個… 對 竹子給它破開 破開 對,要用一隻… 一直接到家裡 就是長條的竹子 對…從中間這樣破兩半 對… 就變成這樣一根… 對… 一根的接 對… 從山上引水下來 那雨季才有 雨季才有 對 那如果說是乾的 像… 沒有… 對,沒有了 就上去挑水 就是要靠我們小孩子去挑水 那要用什麼東西抓 用那個… 那個木頭那個桶子啊 那不是… 跑出來 對啊,很重耶 很重,木頭就很重 然後開水下來 對啊… 那不是怎麼走… 這樣走出來 不會耶 因為我小小的 那時候差不多十三歲 半桶 這樣一天要停幾次 應該好幾次 好幾次喔 有夠開水啦 煮菜夠 就差不多有四燙就可以 四燙就夠了 要一天喔 對啊 對啊 所以現在看… 所以你說挑水的日子 像不像我們現在看到那個貴州 對啊 水教那些小孩子 到山上去挑水 但是我們比他還幸運耶 我們的路都是平平的 他們做… 他們那個好陡喔 對… 想起來我們還真的比較孩子 對…很有苦報 對… 所以我剛剛是想到角白水 長到水裡面 現在水多方便對不對 對… 我們那邊也都有那個… 有那個瓷水塔 瓷水塔 對… 現在還可以用木頭這樣 把水這樣 不用… 你們現在蓋了瓷水塔 對… 存那個山水 對… 所以你們那邊現在還是山泉水嗎 還是… 在那個觀音瀑布那邊 引過來的 觀音瀑布那邊喔 對…我們是在… 我們家住在那個台瑜 我們名家住在台瑜那邊 對… 那邊… 現在很方便喔 有那個水管 以前沒有嘛 現在可以夾這個水管 對… 以前都沒有耶 好 那這個就給它悶一下嗎 悶一下 悶一下 等一下就好了喔 對 好 因為你用甘草的 那個角白筍會比較口感不好 你用筍 所以這樣給它一注一下 對… 其實角白筍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飲食 因為它營養很豐富 而且裡面有很多的粗纖維 像我女兒她很胖 每次角白筍它就是用電鍋把它吹 吹熟 對… 然後代替… 代替就這樣吃 就直接這樣吃 又飽 然後又不會發胖 又很營養又有纖維 這是真的很棒的東西 假的你要先…要那個吹的 那個… 不要剝掉 對… 對… 好… 那現在我們就來看看這個… 這個很快耶 因為角白筍直接… 田裡面都可以炒來生吃了 對… 所以不要花太多時間來炒了 對… 不用… 你看這根本就叫做五彩角白筍嘛 對…還有黑的… 黃的… 黃的都有 對… 那我現在可以吃了嗎 可以囉 差不多 可以囉 來喔 等一下我那個… 吃一口囉 好 放一點這個… 放一點什麼 昆布粉 昆布粉 一點點就好 好 因為我們這些東西都是天然的 本身就有那個甜度了 放一點點就可以了 所以說 趕快來吃 我有被我們的觀眾朋友警告耶 他們警告我說 不可以在吃的時候說 好好吃喔 你知道為什麼嗎 他說因為我一說 他們那個口水都流出來 然後我說 對… 都看到要真的吃 說好好吃 但是他們又吃不到 他說我們總要成正性食吧 明明就很好吃 你總不能叫我說 不好吃吧 來 嫩了…可以了喔 好嫩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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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甜喔 這個是… 折天… 折天傍晚才採的 你現在採很棒耶 折天傍晚才採的 那在埔里才有啦 對… 對不對 OK 不好意思喔 我真的要說 好好吃喔 如果你想吃的話 來埔里吧 好不好 清炒攪白筍 做法是攪白筍切滾刀塊 香菇切塊 木耳剝小片 彩椒切片來備用 起油鍋爆香香菇之後 加入少許的水 彩椒 攪白筍 木耳 拌炒之後再蓋上鍋蓋燜一分鐘 撒上少許的昆布粉與鹽調味就可以了 接下來我們阿修師姐又要做一個 又清爽又健康又好吃的料理 請問是什麼 煙瓜 煙… 煙瓜 對 昨天晚上煙的 今天可以上場 就是煙瓜耶 對… 煙瓜 還有那個水果 煙瓜跟水果 可以 配在一起 對… 這個就很特別了 對 那我們就來看看這個 算是涼菜囉 對 沙拉對不對 對… 好 煙瓜水果沙拉 要準備什麼樣的材料跟調味料 煙瓜水果沙拉 材料有小黃瓜 煙莓 山藥 麻竹筍 奇異果 蘋果 素松 調味料有 鹽 糖 美乃滋 這個就是煙瓜 對 你昨天才煙的 昨天晚上 怎麼這麼漂亮綠成這樣 沒有鐵布 沒有鐵布 就是這樣用心 用心 對 好 我每天都煙起來變黃黃 對… 叫做不用心 對 那我們現在來請師姐教一下好不好 好 先教這個煙瓜怎麼煙 這是小黃瓜嗎 對… 小黃瓜這樣 好 因為有時候我都… 有時候很長的 有時候可以滾刀式 像我… 看你高興喔 對…像我…像那個瓜汁漂亮 漂亮… 這個是很… 最漂亮的 這個… 這樣子鹽 對… 因為你們有時候煙起來都會黃黃的 就是那個鹹度不夠 是這樣喔 對… 我們這個鹹度要給它… 鹹一點 有夠鹹 有夠鹹才會保持它的… 綠 你如果說這樣 怕它太鹹 太鹹啊 它會酸 它會那個…會發酵掉 就會變黃黃的 我答應就是想說太鹹啊 那… 現在人不是都不要吃太鹹嗎 就放一點點鹹 醃一醃 它就變成黃黃的 對… 它就不夠鹹度嘛 不夠鹹度 它就生氣 對… 變成酸黃瓜 因為我剛做的時候也是這樣 每次的失敗 怎麼那個味道又不好 又黃黃的 我自己在… 在想說 那個鹽巴多一點 起來真的很漂亮 你自己測試的嗎 對… 那我來吃吃看 吃看看 因為你鹹沒關係 沒… 可是不鹹啊 對啊 我這樣吃不鹹啊 不鹹 那個… 你要差不多兩個小時過 用那個… 用那個… 用那個水分 就給它壓到那個水分 才會脆脆的 你說… 我們來醃的時候鹽多一點 沒有關係 對… 兩個小時之後呢 用袋子什麼袋子 把它裝進那個袋子裡面 那個… 人家說過袋子會過的 就是布袋 對… 你是說把這個黃瓜放進布袋嗎 對… 放進布袋以後 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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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用那個大石頭給它壓 大石頭 或者是沒有大石頭 用寶特瓶裝水 對… 有種東西壓在上面 對… 然後那個水就會流出來 會流出來… 要壓多久時間 看你那個重量 像我們那個石頭都很大 好… 很大我們就兩個小時就可以了 就夠了 但是你要差不多半個小時 你要翻了 不要一壓就是不理它 你說那個布袋 過半個小時以後給它翻面 對… 不是…要拿起來 因為沒有… 還沒壓的時候有很多 壓下去就變一變 你要把它打開 一直給它… 翻動一下… 翻動一下 然後再綁起… 再來繼續 對…給它綁起 這樣讓它平均 對… 那這樣子大概 如果我們用寶特瓶裝水 那個放兩個下去壓 可能也要好幾個小時 稍微兩個小時 壓到最後那個水 都給它壓乾 也不要太壓乾… 太乾會比較潤 沒有脆度… 對…沒有脆度 這個很好吃 又脆又漂亮 然後… 對… 一定會有聲音 有 沒有壓就沒有聲音 好,這個就是你… 基本的就是這樣就可以了嗎 對…拿起來 要放一點糖 要放糖 都把它弄好以後 就用一點糖拌一拌 對…就可以了 就沒有別的東西了 沒有… 這樣可以放在冰箱 放在罐子裡面 對 但是我們都沒有放防護劑 對… 差不多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而已… 那現在我們就是要用這個煙瓜 來做沙拉 你還要接什麼 這個筍子 那是沙拉筍 這個不是 麻竹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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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 它的纖維比較粗 粗,比較有纖維 但是口感也不一樣 這個比較有那個筍的味 有筍的味 對… 現在這個是人的… 說白樓筍 白樓筍 現在可以說冬筍了 已經入冬了嘛 所以說其實這個筍啊 或者是用蘆筍啊 其實都沒有關係 就是給它那個… 也是用煮熟的 對 現在就好,來 用在一起了 對… 然後我們的水果 奇異果 奇異果 還有那個… 這個蘋果 還有那個山藥 山藥不用那麼多 來 好 還有呢 這個… 沙拉醬 放一點點 放一點那個水 放一點水給它 對… 不要太黏 不要太黏 給它細濕一點點 對 果酸 那個… 沙拉不一定要用這種沙拉醬 其他的… 也可以… 也可以調自己 其實不用也可以 這個就是調自己的味道了 對… 好,這個我來調 好… 然後還有一個寶貝梅子 這個梅子也是你自己醃的 對 梅子就沒有這麼簡單了 梅子比較… 麻煩 比較麻煩 好 因為梅子也是有一個細節嘛 對嘛 所以說那個… 今天我們就重點 就不要浇梅子了 好 你們去那個…好的蜜餞店去買 因為這個梅子真的… 醃梅子也是需要一點工夫的 對… 就是買這種醃梅 然後把它… 這樣子喔 對… 夏天… 夏天這個道菜應該很棒 很下渴 夏天 對 很好 吃起來很爽口 很爽口… 把它攪拌均勻 很爽口 很爽口 然後… 這樣就可以吃嗎 對,可以吃了 你吃看看 這個就可以攪在上面了嗎 拌進去要…要混嗎 稍微混… 這個 對,混一下好 要吧 對 比較有那個沙拉的味道 對… 所以我們自己也可以調 調跟它比較合的 對… 你慢慢拌好 好… 你慢慢拌好 我快快吃 再加一道梅子 梅子 梅子喜歡多吃一點 可以多切一點 對不對 對… 然後還加這個樹蔥嗎 樹蔥,對 樹蔥加一點在上面 對不對 對 我現在要來吃吃看了 這個梅子跟這個混在一起 酸酸甜甜 有一點鹹鹹 鹹鹹 鹹鹹 那個瓜子 脆脆 然後又香香 這樣好不好 好 不錯 好吃 感恩你 謝謝 不錯 煙瓜水果沙拉 做法是小黃瓜切滾刀塊 以鹽煙兩個小時 壓乾之後再拌入糖 放兩天之後就成為煙瓜備用 麻糬筍煮熟切塊來備用 將麻糬筍塊 奇異果塊 蘋果塊 山藥塊 加上煙瓜 切片的煙莓 稀釋的美乃滋拌勻 最後再撒上樹蔥就可以了 拿到的時候,他就煮三個素菜 那我沒辦法,我就去買那個蝦 想吃肉就吃個兩塊 所以寧願不吃都沒關係 吃整桌 最後總有一道素的菜 再加上素食 身體狀況就不一樣了 這隊坐在這邊 從來電算起到現在已經有60年了 對不對 就是小學六年級開始 對 在什麼時候後來再碰到 就是我大學四年級的時候 要開舞會 那我沒有舞伴 就找我這個姐夫就介紹 她跟我姐夫同事 結果我姐夫就把她跟她妹妹帶來 帶來以後一看好面熟 後來一談是同一屆 同一屆 而且想起來當年… 想起來當年都曾經喵過 這一喵就把這個緣分喵進來了 然後後來就結婚 然後是到了美國 之前是公職 他也在公家上班 我在公家上班 後來我們很早就退休 我就到美國分會 對 美國分會的慈濟 我等於就是一直當廟公 常住了等於在洛杉磯 做了15年的慈濟 可是你吃素的因緣 反而是因為師姐 進慈濟一年後 她開始就… 比我早上個月她素食 那時候她就煮三個素菜 那我沒辦法 我就去買那個羊 什麼其他東西 我就買那個來擺冰箱裡面 那吃的素菜 然後想吃肉就吃個兩塊這樣 一蓉師姐,你當時看她就是嘴殘 你是用什麼方式跟她說 那恨在我們來講就是不健康 因為依然很鹹 再來她裡面一定有一些化水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說要吃這樣不健康 可是不要吃 就這樣勸她,對不對 對,勸她 因緣來了就是這樣子 是… 她一直講說 好吧,把冰箱吃完了 那以後就不要再買了 剛開始的時候 你有台灣區的同學、朋友 總要吃飯 大家都會說 今天請假,明天你們再吃 我們一直都堅持 寧願不吃都沒關係 吃整桌 最後總有一道樹的菜 我們就吃那道樹的菜 其他堅決不吃這樣 這個是在921之前 那時候素食的風氣還不剩 還不剩 不剩 反正回到台灣 人家請吃飯也是一樣的 就是說我寧願吃得少 所謂 到了921以後就不一樣了 怎麼樣不一樣 那就是說 現在就說你要請我 對不起,上素食的餐廳 我要請你吃飯 一定是上素食的餐廳 現在大家都能接受 尤其在埔里這邊吃素非常方便 最主要埔里這裡的菜 真的好 像我們素食來埔里以後 真是如魚得水 這個菜真的很好,很好吃 我年輕的時候就是踢足球 我踢足球 才能踢到陸軍運動回去 這麼厲害 所以我踢足球踢到48歲 那後來就說忙了 不可能再踢了 那我就養成習慣 每天早上犧牲睡眠 因為運動最好還是空腹 是 那多少年下來 再加上素食以後 身體狀況就不一樣了 這個也是讓我能夠 繼續素食最大的原因 就是… 很健康、很愉快 那現在你們兩個人 都是早上做一些什麼樣的運動 我跟他不一樣 真的嗎 因為我比較複雜 暖身的運動不一樣 做完暖身運動就下樓 然後我下樓 然後他就帶我們兩個 就去爬山 我們在這裡埔里 我們住的地方 離爬山很方便 我們現在在走的那段路 來回3.8公里 是,所以說素食再加上運動 對不對 當然這整個心要平靜是最重要 做慈濟 對,所以說做慈濟 因為師姐的關係 小時候這樣來電 然後也因為她的關係學佛 然後吃素這樣一路陪伴你 怎麼跟我們的師姐感恩 感恩 白手 遡答 抖 感恩 空 天 基本 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